財資大道 林潔盈 何文堅 好 繼續回來財資大道 踏入12月份 其實很多行業都會做一些回顧和展望 看看今年全年的投資環境 特別是樓市的投資環境 以至到不同的住宅、商鋪、寫字樓等等 今天請到這位嘉賓 亦會為我們回顧和展望一下 今年和明年的樓市表現 因為今年樓市通關後 原本有很大的憧憬 但結果不像預期 市場更加掉下來 政府亦在12份施政報告中減了 但減了後 這段過多月的時間 又好像不是太大幫助 請來這個嘉賓和我們聊 就是李家國地產研究部的主觀 陳凱潔,Derek Hello,Derek 你好 Hello,Grace 你好 早安 早安,梅杰 你好 見到你在這裏 先和你回顧一下 今年2023年的樓市狀況 大家說 今年整體來說 除了開頭表現好一點之外 之後到年中打喉 你一直都不太好 你自己怎樣看 怎樣形容現在的市況呢 現在的市況呢 我們覺得就是 例明前的最後黑暗 咦? 見不見到曙光? 例明也很長 開始都見到曙光的了 其實樓市現階段到明年第一季 我們相信會作最後一個沉底 之後呢 即是在減肥 明年減息之下 希望可以見到曙光 那麼是否預計財政預算案 到二、三月廣的時候 會進一步減肥呢? 是啊 沒錯 因為第一季估計的市況 都不太行 相信政府 見到第一次減肥之後 都沒有什麼 令到交投飆升 或者樓價飆升 所以在財政預算案 有機會再進一步減肥 可能減肥第二套房 7.5% 甚至再重手一點 可能全面設立都不行 現在說全面設立都不夠力度 還要做一些推波助瀾的措施 否則一旦跌勢一成 就很難挽回 有什麼招數還可以出呢? 其實見到政府陸陸續續 例如引入專裁的計劃 其實那個 我們暫時未見到很大的效應 但是當明年一減肥之後 市況好之後 估計那個力度 是會非常之大 其實那裡也算是一個招數 因為過去一年 都有18萬份的申請 申請了 當中 其實已經有超過7萬的專裁 已經來了香港定居 這7萬中 當中如果 一成半 有一個置業買樓的計劃 那裡涉及的伙數 都有10500伙 那個數字 其實對明年樓市的幫助很大 現在我們說 大家說政府在先年報告減納之後 發展商都積極了 原本第四季 其實他們都是推盤的 高峰期以往 但是當然市況方面不太離開 今年我們看到先年報告之後 其實發展商推盤都積極了 你看回現在的發展商 其實部署是怎樣的呢 其實發展商在市況 始終還沒有回暖得很厲害 還沒有很旺 所以我們看到過去兩年的燒程 都很不理想 發展商也積存了一定的貨尾 其實市場都估計 截至第三季 其實有2萬個貨尾左右 是20年來最多的 過去兩年因為疫情和加息 甚至造成了延後推盤的情況 面對手上那麼多的貨員 估計發展商都會繼續採取 先求糧後求價的策略 所以來年或至少明年第一季 新盤都是以低價的情況去主導樓市 可能成為一個比較受歡迎的入市目標 在一手方面 雖然美國昨天的《議式聲明》也提到 減息是未來的主導 但在有實際減息的行動之前 發展商在推大型的新盤 即是火數規模比較多的 首批估計仍然會吸引價去推出來 再視乎當時的反應 去逐批去加價 但似乎看到發展商較為成功的策略 都是劈價的 即是年中也有居屋價 到年尾其實 新界那些盤都是一萬元尺 都是居屋價的錢 那這個是不是成為了一個 促銷的零丹妙約 除了這些招之外 還有沒有招式的呢? 我們看到 低價的確是一個策略 因為發展商都計算過數 如果他當時拿的地價是不高的 他計算是不用虧錢的 在這麼多貨尾之下 有些發展商都寧願做到薄利多少 才去了一批存貨 讓多些資金可以回籠先的 我們也看到近期的發展商 都繼續在一些付款 辦化方面 作出一些多些靈活的選擇給買家 另外也有些針對 即是接下來的專裁買家 提供一些折扣優惠給他們 希望激活到多些專裁去入市 你仔細看現在發展商的存貨情況是怎樣 發展商方面 可能在投地上 當然有很多考慮因素 其中一個可能都是因為 即是存了一些存貨 市況方面又看得不太明白 所以入市態度 都比較審慎 在投地上 你仔細看現在的存貨情況是怎樣 存貨其實都 因為過去兩年 我們見到去年 一手買賣登記 其實不足1萬宗 只有9966宗 今年我們預計去到埋單 都是10500宗 輕微上升5-6%左右 所以發展商在即存存貨上的確有壓力 整體市場的一手施宅存貨量 但是貨封其實都有超過2萬宗過外 嗯 情況下 可以說 貨封越來越多 比去年年尾 再明年又有新的落成 你有沒有看到趨勢發展商 放慢了新盤的建築期 嗯 都看到的 我們屋宇署的統計數字看到 其實今年已經出現過3個月零動工的情況 剛剛最新公佈的連續2個月都出現零動工 其實反映了存貨比較多 發展商也放慢了建築的進度 嗯 對於未來中期的樓宇供應 是否會帶來一些隱憂呢 即是今天你就樓市立立立的 慢慢起 過幾年後又供應不足 又為這些 這條線又怎樣追得回呢 嗯 因為現在相對存貨比較多 可能需要一些時間去慢慢消化 我想發展商也很聰明 他就會因應自己手上的存貨 到時可以靈活加快 加快一些動工進度 甚至落成進度都會加快一些 嗯 現在我們說的 新一年的供應 大家很關注 需要集中在甚麼地方 甚麼區分 有沒有做一些統計呢 嗯 我們看到也有些統計 明年先說首季 估計也有接近20個新盤有機會 都真的幾多 是的 那裏也有差不多7500伙 其中長沙環是一個焦點的地區 因為那裏有一個第一季最大的新盤 有1100伙是鮑域街的項目的 連同區內其他兩個小盤 有262伙再加多另一個東京街的198伙 那裏合共有1560伙 其實佔了首季的新盤的潛載供應是兩成的 另外我們見到 比較大型的有元朗區 有個Yohu Hub C期 其實都提供了939伙 連同元朗18鄉路39號 有594伙 那裏加起來都有1533伙代推 再者就是啟德 其他新區裏面有三個項目 那裏加起來都有1529伙 所以新界九龍都是火數比較多 相對香港區就比較少 因為都是幾十伙至100伙 鬆少少的小項目 那裏看到分區的分佈有沒有平均 是否側重於新界的供應比較多 市區的一手選擇可能未來會少呢 這個傳統一向都是這樣 但我們見到第一季來計 九龍也很多 因為有個大盤撐氣 未來全年計 都是新界九龍差不多平分春色 香港區就會比較少 但九龍過去幾年 還有一條啟德跑道 密密賣 雖然有些未賣完 但當你去七七八八 你要去九龍東再找住宅 又不是那麼容易 沒錯 當啟德陸續消化之後 九龍區最大片的新區新發展 都七七八八 我剛才一直都說 明年大家預期 美國聯邦儲備局有機會會減息 而且可能減息也有三次 每次是4份C1來 即是0.25來 其實你仔細看現在息口因素 跟市場的關係是怎樣 始終我們的加息收期 都持續了一段時間 現在雖然停了加息收期 但仍然都可能橫行一段時間 告息 其實怎樣看情況呢 如果說回息口 我們看到香港樓價 其實去年跌了15% 是很厲害的 今年我們估計會再跌多7% 亦都是過去很多年來 第二大的跌幅 而且是連跌兩年 兩年的什麼概念呢 就是03年沙士之後 首次是出現連續兩年的下跌 這兩年的跌勢 主要跟加息是非常之有關係的 因為是過去16年來 從未見過的高息環境 令到入市 有些買家都不知所措 宅外了那個膠頭 不過其實市場亦都要習慣 以及適應 沒有永遠接近零息的現實 但現在真是好消息 息口見頂 明年有機會 不再加上去回落 如果下半厘至一厘左右 其實都可以為樓市駐約 新的動力 其實我們看 加息不是唯一影響樓市的因素 我們都要看整體經濟表現 供應和樓市政策 我舉個例子 明年政府的計劃 重啟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 即是投資移民俗稱 沒錯 如果每宗涉及金額 是3,000萬這樣計劃 如果累積有1萬個投資移民來香港 那裏說的是3,000億的資金 是非常龐大的 雖然這3,000億是不能投資在房產物業 但這些都是一些富豪級的置業人士 而來到香港亦都有一個置業的需求 但其實政府經常都說 不可以投資房產 這個是不是真的恰當呢 現在有建議 譬如投資移民 可否換資金 要限定投資在房產 甚至可能將一些強引資金 讓大家拿出來做這個首期 為樓市做一做助力呢 這如果確實是好消息 肯定市場的入落 樓市的資金會多了很多 一定有刺激作用 譬如投資移民都要住 讓他們一套房自住 可以計算資產 可能比例 3成 4成最多是住房 你才能夠帶動豪宅有人買 豪宅有人買 帶動其他市面都會旺盛起來 這些措施 其實很多地方移民時 都讓你買樓 香港就是不讓你買樓 樓價曾經在兩年前 上升高峰位 中長線去看 你覺得香港樓價的走勢是怎樣 如果中長線去看 我們覺得很難回到以前 單一年可以升十幾 二十幾個巴仙 甚至接近三成 這些機會未必能回到 但隨著接下來的專財 高財通 投資移民入境計劃 相信也可以支撐樓價平穩 一個平穩穩定的上升 我們估計 如果明年 減息再配合減納的情況 專財入市的話 可以推動交投量價齊升 樂觀點看 我們看全年樓價有機會升8% 看看市況淡政 對於造樓市研究方面 有沒有什麼影響 交投淡政 經常怎樣拿數據 其實總體來說 影響不大 如果有些註冊數字 無論多少 我們都拿到回來做的 而且做的方式都是一樣的 反而是說一些即時的數字 例如我們每個星期 做隔日十大屋苑的成交 可能只有單位數字 有時八宗 有時只有兩宗 其實單周的波幅已經可以幾倍了 其實不太能反映市場的實況 因為基數太低 很難作出一個計算 其實在操作上 有時都有少少困難 當然成交較少 我們處理的數據量較少 所以當往市時 我們處理的數據量 亦都會比較多 我經常說 政府 這幾屆政府都默默穩地 曾經在梁特首都說過 盲腸地 其實現在算不算成熟期呢 即是在回收方面 在收成上 現在算不算成熟期呢 從供求數字來看 現在樓市又如何呢 其實之前都積極推遞 看到近年的供應 亦都的確陸陸續續多了出來 成績都慢慢見到 不過只不過是剛剛碰上加息 經濟的回復速度通關之後 亦都不是比預期中那麼理想 所以樓市是放緩的 當經濟回復之後 整個市場回復一個比較正常的情況之下 相信整個整體的樓市 無論交投、樓價都會趨向一個平穩的發展 那經濟跟樓市的關係是怎樣呢 剛才你也說經濟要回復 我們現在說的逆後復常 就沒有預期那麼刺熱 加上政府其實現在9月 一直都有日夜繽紛的活動 推動回復 城市亦都一浪接一浪 你自己怎樣看我們的經濟狀況呢 那麼經濟呢 這個要慢慢來 亦都不可以說一下子 就可以期望它彈升回復 那麼我們看著 接下來這一年的減息情況 希望刺激多些投資出來 包括股市也好 樓市也好 帶動整個振興經濟的熱度 令到整個市民的信心大了 樂觀了 都願意消費了 希望可以帶動到整體的經濟都是向好的持續 嗯 政府都修訂了經濟增長的目標 開頭打算有3.5% 現在都達不到 但是來年整體的經濟狀況 怎麼看呢 政府都開始放口風 可能來年都要艱難日子 那麼在樓市方面 是不是都一起要艱難呢 嗯 希望樓市方面 我剛才都說過 有多些專才來到香港 其實專才來到香港的作用 不單止是推動樓市 包括增加香港的勞動力 勞工市場 在各個方面各個層面都有 有些相對基層的工種也有 有些高層次的工種 科技那些都有 希望可以帶動到整個香港的 包括經濟樓市都是轉旺的 嗯 你看看我們現在的房屋政策方面 走向正不正確 例如公司房屋的比例 就是三成是私人 七成是公營 特別是簡約公屋也增加了公營 其實這些方向正不正確 嗯 其實都正確的 因為香港政府一定要照顧到 基層的住屋的需求 整個社會的氣氛才會向好 至於私人物業市場 其實有能力的業主 他比較少干預 比他自然的調節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最重要是確保基層的住屋 有一定的需求應付到 是的 至於房屋政策 其實再不再減額 或者會不會全面撤額 就要等財政預算案 去到二月 財爺方面 會不會有什麼公佈 大家記得 入市都是那四個字 量力而為 今天多謝陳海潮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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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